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今的资源匮乏永续发展的绿能产业 是世界各国都积极投入研发的主流之一 以研发安全高效能电池的节能科技厂商 在黄国敬总裁带领团队营造出高价值的商业品质 看他们如何利用储能科技造出台路两岸的亮眼高评价 本公司以节能减碳发展绿能产业 自行研发创新的产品 以品质功能安全服务为终止 秉持协助客户用最低成本去享受 以电池相关应用产品为己任的理念 研发出适合电动车专用的动力电池及相关系统 也是目前唯一能解决电动车问题的配件 公司以生产低内阻高倍率及高容量动力铝电池为主 应用于电动车储能系统 并就电动车相关系统应用进行整合研发 从电池新生产 电池管理 模组化 整车电控 高压配电等一条龙系统应用整合 电池使用安全是每一位使用者都在意的问题之一 一个产品用得安心 用得长久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经过各项专利认证 力求设计出与市面上相比 更具高效能安全的产品取得各项专利 并获得大陆厂商的信赖 成为大陆唯一一家台湾供应商 本公司独有专利产品功能如下 第一快拆结构 如果遇到电池有热失控时 40秒内就可以排除危险 第二 溢度零下时 一般的电池会停止运作 我们产品有溢热功能 可以正常使用 第三 三热功能 我们公司模组以物理结构设计 温身不超过8度 避免热失控 第四 耐震功能 可以避免震动 导致短路 第五 电池平衡系统 可侦测整体模组电池 如有压差时 会进行平衡 延长电池寿命 电动车年产值高达1兆美元 而且每年平均有35%的成长率 黄国敬总裁看到了这巨大商机 基金与国外汽车业厂商合作 推动车辆系统化的计划 将自家产品加以延伸利用 研发出了电动巴士等相关产品 除了环保解决能源问题外 更能为台湾带来巨大的产值 我们公司以动力电池为主轴 加上配套系统 希望未来可以结合国内汽车 零组件相关业子 以MIT行销国际 让台湾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 未来还有另一项发展计划重点 那就是储能产业 利用公司所研发的电能转换系统 当供电系统异常时 就能及时供电 解决停电危机 根据统计 如果把全台的变电站 跟大楼供电设备 全部都改用电能转换系统的话 就能解决用电尖峰时段 3%的缺电问题 换算下来 相当于一座发电厂的电量 台湾目前面临非常严重的缺电危机 又无法盖发电厂 就算有了发电厂 也不能使用 假如不盖发电厂 又要保证监通时段不缺电 只能依靠电能转换系统 电能转换系统 最主要功能是把夜间无用的电储存起来 白天兼通时段使用 移风停鼓的方式 解决缺电危机 又符合节能减碳的功能 低碳节能是迫切要走的路 公司创立短短八年内 在电池能源产业已有相当亮眼的成绩 未来希望能结合自家产业优势 立足电池新的基础上 将事业版图多元扩展 打造独一无二的节能科技王国 引领台湾放眼世界 经济报喜 祝大家新的一年 身心健康 事事如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